哈囉大家好我是Rui 各位今天呢 我們又來到了我們的開箱環節喔 那今天啦我們終於又開箱到了 我們沒有開箱過的職業喔 那這一次就是我們超新星的劍士 凱薩好不好 算是蠻少有的職業之一喔 那我們等下也一樣先來看他的裝備 等下再來看他的這個戰鬥力面板喔 好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他裝備的部分 首先我們圖騰 第一個是我們希格諾斯圖騰 第二個是我們的彩虹寶石圖騰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的輪迴碑石 喔他這個是有浮動的 好那再來就進到裝備的部分喔 沒錯各位已經看到一個LV5的東西 有點可怕 呵呵呵 好那首先第一個是我們天上的氣息 那天上呢是我們的23星主潛刺鼎附加是傳說三排白錘舞啊 OK第一件就附加傳說三排 好那第二個是我們巨大的恐怖 那也是23星主潛刺鼎附加也是我們的 傳說三排白錘舞 喔唷看起來都是三排的大佬喔 這樣看起來 下一個是我們的鼎培 鼎培也是23星主潛刺鼎 哇附加傳說866 866看起來是真的特別的漂亮喔 那也是我們的白錘舞 那下一顆呢是我們的永續戒指 LV5啊 哇 LV5的永續戒指 太爽了 你看我記得LV5的懸賞那個價格不肥喔 記得都好像是以這個十幾顆研磨石來去做計算的是不是 牛逼牛逼 LV5的永續戒指 一顆自己點的 你點一顆就上喔 10%欸 OMG 我跟各位講一下 10%一顆的期望值是20幾顆喔 基本上 雖然是10% 但是看大家這樣點下來 就是一顆一顆這樣一直硬點 基本上好像要20幾顆才會過 哇他一顆就過 不只是大佬還是個歐洲大佬 OK 期望之後我也可以 好下一個是我們的赤魔導蘇 那他的星火是42加2%的全屬 那再來 我們苦痛的部分也是23星主潛刺頂 附加也是傳說三排白錘舞 好再來下一個我們的頂鍊 也是23星主潛頂趴 附加傳說三排白錘舞 那再來下一個是 A我們的創世雙手劍 主潛的部分是我們的刺頂 那附加的部分是 2排的物理攻擊力 還有1排的力量加13 那星火的部分呢 是62攻擊力加6%的B傷 OK 那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是我們的頂腰 頂腰的部分也是23星主潛 是我們的頂趴 附加傳說雙排白錘舞 好下一個是我們的永恆劍士頭盔 那他也是23星主潛刺頂 附加傳說三排白錘舞 OK 傳說三排的永恆劍士頭盔 好再來下一個是我們的口紅 口紅也是23星主潛刺頂 附加傳說三排白錘舞 那再來是我們的眼罩 眼罩的部分也是23星主潛頂趴 附加傳說雙排白錘舞 那再來是我們的永恆上衣 上衣也是23星主潛刺頂 附加傳說三排白錘舞 那再來我們的褲子 褲子呢 也是23星主潛刺頂 附加傳說三排白錘舞 哇三劍永恆都有附加大三排喔 OK 舒服 那再來下一個是我們的騎士鞋子 那他也是23星主潛頂趴附加傳說雙排 還有帶一排的物理攻擊力 然後是我們的白錘舞 好再來下一個 下一個是我們的鼎兒 鼎兒也是22星 那主潛是頂趴附加傳說雙排 帶一排的物理攻擊力 然後也是白錘舞 好的那下一個是我們的肩膀 肩膀的部分也是23星主潛刺頂 附加傳說三排白錘舞 那這位大大說 他的這一個 永恆肩膀還在尋找當中 好身上有但太醜了就不穿 OK 這個太醜了 OK好 加2加17 那確實 250太多加 確實略為尷尬 976 977再用了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好下一個是我們的騎士手套 那他也是23星 是我們的四爆手 那附加也是傳說三排白錘舞 再來是他的這個戰鬥機器人 那我們先來看披風 披風的部分也是23星主潛頂趴 附加傳說雙排白錘舞 那再來就看我們的M隊咯 M隊心臟也是23星主潛刺頂 附加傳說三排白錘舞 好下一個是他的腹氣 腹氣的部分呢是主潛刺頂 那附加是傳說的雙排 那再來是兄章 兄章是我們的VIP兄章 那主潛的部分呢是663 那附加有三排的全屬性 好那最後呢是我們的米特拉的憤怒 米特拉的話是我們的 598物米特拉 上面刺頂下面附加雙排 好那再來就進入這個現金道具的部分 那首先是我們的帽子 帽子的部分是我們奇異的 狐狸面具 那套服的話是強化的 普利希拉里服 鞋子的部分呢是 4血長靴 那最後是披風 是我們的蒼蔥之翼 OK那再來看一下寵物的部分 寵物的話是3隻小惡魔 那寵物裝備的部分都是黑暗卷 90弓 好那再來就準備看蒙獸的部分 來看一下這位大大的蒙獸 哇現場也太多人了吧 普利特欸 不說我以為我在愛莉亞 好看一下 哇 3中的叛逆姑姑仔 OK 太派了 這個姑姑仔看起來就很兇啊 超派姑姑仔 3中 OK沒有問題 那凱撒的話會不會 哇 果然啊 凱撒就是要有個 3加持 那他的這個蝎子叫做 真北七 呵呵呵呵 哇 3中配3加 舒服 這個變身可以非常持久 OK 雙加不滿足 還有一個3加 OKOK 非常漂亮 好那最後就是我們的能力值面板囉 各位 準備 開 哇 6億7千萬的戰鬥力啊各位 那主數的部分來到了 9萬3847喔 攻擊力的部分是14603 那裝備道具的部分是5632 B傷是469 武士是94.78 OK 6億7啊 太狠了 好那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6轉進度的部分 289等的凱撒OK 哇289就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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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耶 OK 又一個100%進度的 呵呵呵呵呵呵 舒服舒服 哇看到100%就是開心 那看一下他的hexa屬性 屬性的部分是668 OK 也不錯也不錯 好了各位 那我們最後先來看一下我們這位凱撒的 鎧甲是什麼顏色 後面冷靜 呀 嗚呼 黑金凱撒呀各位 超帥 哇哦 欸欸欸 等一下給個鏡頭 給個鏡頭 OK好 哇哦超帥 等一下我們直接 開始 超到我們的黑金凱撒 Let's go 好啦各位 那我們準備來挑戰我們第一隻 我們的老朋友 真希拉 那我們準備出發囉各位 我們先來帥氣的變身 OK我們準備進場囉 練習模式走起 然後我們直接瞬移去旁邊 凱撒變身就是瞬移了 很好用 好來囉 來挑戰 來挑戰 Let's go 一定是 超帥 嗚呼 開爪 來挑戰 漂亮 難得我沒有喊技能 因為其實按的沒那麼多 哈哈哈 帥氣 帥氣 不過唯一可以在追求的點應該就是可以起源 對一下永續的時間 但我覺得 恩 真希拉就不需要 唉不需要 帥氣帥氣 3超不了 OKOK 那我們的真希拉帥氣收工 那我們準備挑戰下一隻Boss 好啦各位 那下一隻我們就準備來挑戰我們的賽聯肉 那打這個稍微比較強度高一點的Boss呢 我們來 換一下我們的三家萌獸 變身 再進場 來囉 三家萌獸 很輕 再換回我們三中 那我們準備出發 走起走起 看一下喔 OK 還好 凱撒應該比較不會到那麼手忙腳亂 不過還是想一下 那我煩給啦 來 你再敲不了 什麼都看不到 什麼都看不到 來 來 哈哈哈哈 來 來 哇哇哇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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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一下 藥水 OK 啊對 然後我們重製一下 重製武功 哇 真的就是 平坎 真的就是一直平坎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有點亮有點亮 OK 賽連在幹嘛 我的天啊 我好像比賽連大隻欸 哦哦哦哦哦哦哦 我都不知道我有沒有蹲下來欸 說實在的我好高啊 怎麼那麼高啊 然後我的爆發是一百二嘛 快好了 哎哎被被釘到了 不過我們有龍捲風 可以回天上 也是挺安全的 爆發 還有幾秒看一下 好像可以開囉 好來 有輸出讓她 安全的 逸臺 會是誰 居咀咀咀 坐著丟 好 走 嗚呼 再丟箭 你就生不了贏就生不了贏 我真的 我太知道我在幹嘛 啊大家不要緊張喔 那個武功是有的喔 武功跳舞人 大家不要緊張 哇就是一直一直平砍 啊這個這個我可能需要調個提示一下 這個要比較頻繁的去放 除此之外就是 呃其實就生不了贏 你真的生不了 你真的生不了 真的生不了 哇真的很輕鬆耶 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麼 他就沒了耶 好啦 那我們的賽連也是 輕鬆通關 收工 好啦各位 那我們接下來準備來挑戰我們的 卡洛斯囉 那一樣我們進場前呢 先換個三加萌獸 然後再切回來 好準備出發 挑戰我們的狗狗肉 普通卡洛斯走起 好 這個開這個開 合開 合開 嘿喲 Let's go 開著 再接棒 帥氣 那我們這個重置一下我們的武功 那創世無敵的部分呢 好我們就不在這階段開了 我們可以留到二階段 畢竟我們的凱撒是一百二CD喔 現在開掉了二之一就沒有我們的創世無敵 根據我們的前世記憶 告訴了我們 這樣比較好 欸不過這一次好像打的比上一次還要快 這一次不錯唷 那我們等一下CD 萬事物喔 欸對他有萬事物耶 好我看一下喔 看一下擺哪裡比較好 擺N好了 那有十幾秒 那我們差不多囉 OK 好來 戰鬥分析開 嘴炮是吧 好 綁起來 聲望 再接綁 重置一下 然後再接我們的 萬事物 我們按不出來 欸 萬事物走按不出來 好不我開創世無敵 我開創世無敵 不用怕不用怕 好 那我們就繼續平卡 好變身不能放萬事物喔 OK好 沒事沒事 OK打進去了打進去了 好變成時間快結束了 那感覺現在還在CD 也不急著開這個變身吧 順便 集能量等CD好了 但是我現在沒有瞬移了 我要習慣一下 我現在不是瞬移了 現在是二段跳 好可以變身了 我貪心 那我們又可以打一波了 OK打一波打一波 再接綁 中間 射個機台 然後再重置武功 好比愛樂 瞬一下 嘴砲 躲背後 OK打進去 小心拘束 OK好安全 對剛解除變身的時候 可以開那個萬事物 欸那剛好欸差不多 現在是沒有那個 三加持的變身 也差不多快結束了 然後等下我們又是 邊等下一波的爆發CD 然後編輯能量 好繼續平凱 變成結束 然後 突然沒有瞬移了 好不習慣 爆發好了 那我們可以變一波 好 好武功 綁起來 嗨還想嘴砲我 沒人都沒有 Let's go 劍之一致 然後我們再接防 哎呀殺不六殺不六 殺泡尿殺泡尿 好一致之劍 OKOK 然後變身 變身還有多久 突然看不到那個能量條 哦沒了沒了 原來是快沒了 好剛好 那剛剛好欸各位 我們這一波集個能量 然後下一波 哎剛好 全部打個完美的 然後啊 忘記重製我們的武功了 不過也沒關係 這也是最後一波了 能量能量集能量 能量滿囉 滿囉各位 最後一波了 綁起來 來了各位 嗚呼 起源 哎呀不然我先丟起源 起法 來殺不掉 先把我綁住了 有有 哦 沒事沒事 小問題 哇哦 帥 哇這個收尾 帥 7000E你們剛好看到嗎 最後 哇哦哇哦 哇 刀光劍銀 而且打到最後 那個工會技能是沒有的 他還有7000E 我的天啊 對啊 打到後面已經沒工會技能了 因為剛剛有發生一點這個 陷入問題 又有陷入問題了 每次開箱 都有陷入問題 受不了 哎真的好爽啊 120爆發這種職業 打這個卡洛斯很舒服 哎他又有這個 凱撒王拳 一直重製武功 哇這武功CD是 真的完全不用等 就等他120就好了 然後他又是用永續戒指 各種平砍 一直砍 一直砍 王就沒了 好 那我們的卡洛斯 好 收工 收工 好啦各位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凱撒的 打王環節了 那剛才忘記介紹一個地方 那就是這一位 凱撒大大呢 他是 我們上一季 拳擊機的 第7名 各位 哇 太狠了 太狠了 第7名的凱撒大佬 舒服舒服 好 那凱撒目前打起來呢 還不錯啦 打王的部分 也算是 屬於 這個 簡單粗暴類型的 那再來就是 那個小衛儀我剛都沒放到 本身變身的那個瞬移就蠻好用的 但是如果你在變身之中 想要做小衛儀還是可以用他的 因為我是覺得凱撒的變身啊 他的瞬移距離其實 蠻長的 真的蠻長的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做小衛儀的話 這招也是 不錯用的 那再來就是剛提到的嘛 凱撒王拳 可以重置我們的武功啊 天鋪還有一些小技能 但是凱撒就有一個問題啦 就是當你變身結束的時候 那段時間是比較乏力的 你就必須要趕緊的去累積你的能量 然後來去再次的做變身 那還有剛這位浩主大佬有提到 凱撒練等也比較辛苦一點是不是 平常平砍的時候就記得丟這個意志之劍 重磅出擊 然後還有這個嘛 爆裂 然後龍劍風 也可以補我們的天上 那再來就是聲望的部分 聲望雖然有硬直 但如果你配合 重磅出擊起放的話 可以截掉硬直 好啦 各位 那以上就是這個 凱撒的開箱環節 只能說凱撒這個職業 真的是蠻稀少的 那至於強度的部分呢 我們的浩主說好像是有點慘 那也沒辦法 我們期待之後的這個 六轉技能是不是 有這個不一樣的 凱撒 有愛有愛職業 我們括號 凱撒括號 有愛職業 那我們也在此期待 我們這個凱撒重製的一天對不對 畢竟我們隔壁的天破 idol 都重製了嘛 是不是 說不定下一隻 就是我們的凱撒 也是有機會的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也差不多 到這邊結束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其他職業的朋友 有興趣找我開箱的話 也歡迎私訊我的 FB粉絲團 那只要私訊我 你的這個戰鬥力 以及你的這個六轉進度 我就會跟你做回覆了好嗎 好啦 那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那最後我們來個帥氣的 黑金變身 SOW OK 了 SOW E